雲林高鐵站 我們要回來看阿公阿嬤 今天早上她的精心打扮 爸爸說什麼 這個腿那麼黑 穿這個白色不適合 腿黑錯了嗎 超沒有禮貌的 爸爸不是應該要 重點就是一個中年 大叔寫就看不出來 超不爽 好我們現在人在雲林 阿公阿嬤家 的門口 先看一下今天的OOTD OOTD的部分 被觀眾整個嫌到一個不行 對今天一早我們在高鐵站的時候 我的觀眾看到他就這樣 他講什麼 這樣不行 連腿那麼黑還穿白色 他根本就歧視 他就歧視皮膚黑的人 對四號三啊 爸爸真的是王八蛋欸 所以會被茉莉的粉絲給罵爆 好我們現在要去阿公家了 我們已經抵達了 就是一個鄉下的概念 對阿公都在看卡通了 阿公肚子很大 秋女我們兩天一夜 帶了大概約莫到美國 兩週的行李 剛剛記得說還秋女 媽到底是帶什麼寶貝 對 因為真的是過重 講秋女今天的OOTD 今天的穿著 OOTD是什麼 OOTD是什麼 OOTD是今天的穿著 來看一下這位美少女在幹嘛 進捷巨人 好好看喔 我們兩個就是剛剛在高鐵上 和進捷巨人 差點你不小心當主 我們真的是差點忘記要下車了 直到媽媽秋女之後 沒有要下車的意思 就完全就沈浸在進捷巨人 我們就宅氣沖天 你去後要秋宅 然後直接逃了之後 跟你去日本 媽要做什麼 就只要去買這個 一些動漫的東西 我們接下來整天的行程 就是會廢在阿公阿嬤家 然後等一下來吃一些 對 小美 角層可以抵達的地方 沒錯 對 好 這是廟口 然後我們每次回來呢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去Seven 平常在台北都不會 但是因為回來實在太閒了 所以一定要去一下Seven 這裡真的是一個 非常peace的地方 這邊可以很適合叫小賴開演唱會 因為在鄉下真的太沒去做了 所以 就是很認真的地毯式的逛Seven 發現很有趣的東西 今天呢是距離阿公家 10秒距離一間早餐店 然後我們一直有一個疑惑 倒閉了這麼多年 然後招牌 還一直放在這裡 對 放在這邊 然後我想說到底 因為從來我們一輩子也沒有看他 就是營業過 後來就是到今年 就是我活了30年才發現 答案是因為他生意太好 9點前就關了 你看已經早餐店9點前就賣完 所以我們都睡超過9點 對 都睡超過9點 所以我們一直就是錯怪他一輩子 到底為什麼倒閉 然後就是 那個牌子不收 原來就是因為他真的是 可以好吃到9點以前就賣完 很想要吃吃看 然後但是我們偏偏都 回到鄉下都是 就是一定會睡到12點啊 對 我們上一次回來 阿公放話說 我們要吃對面的早餐就吃蛋餅 阿公就燃起了 聖富玉 就死了 買外面早餐店用的盒子 他自己做了一份蛋餅 要給我們吃 然後為了就是 怕我罵他 他就把他放到外面早餐店的盒子 然後偽裝成他是外面買回來的 對 阿公的聖富玉 我可能一輩子也吃不到對面的蛋餅 我們要買紅豆餅 這也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行程 沒錯 超好的 對 我們的重點行程 就回來就是重點行程 第一個是Seven 第二個是紅豆餅 第三個就是如果還有餘力的話 就要去雲林的信義區 九六夜市 對 還有另外一個是毒尾 但是我們現在沒有車就算了 前幾天那個初夏玩家有來幫我們拍 真的假的 就你生意會很好耶 但還沒播 他說10月13號才會播 喔 原來 對 恭喜你 來馬光拍 你怎麼知道 特別他說他有來買過 很好吃 這個地方在 這個地方怎麼講啊 又紅了耶 馬光廟口啊 背皮紅豆餅 在新生街 新生街口 不只能說在鄉下是沒有秘密的 這麼主打之前啊 阿公已經先經過 已經先交代他要做紅豆餅 開始做囉 然後在我媽也經過一次 也交代他要做紅豆餅 對 搞了全世界人都跟你宣布 我們要來買紅豆餅 沒錯喔 來了 這也太荒唐了吧 福建的小姐姐怎麼嫁到馬光來 哈哈 你不要給我畫上去 哈哈哈 他說他老公死纏爛打的 把他拐來 有後悔嗎 有後悔嗎 非常後悔 非常後悔 好像每一個人都講 每個結婚的女人都會回答 非常後悔 都千萬別結婚 對 怎麼都沒有一個人說我嫁得真好 我覺得很好吃 非常好 如果還有當麥品皮我也會買 沒有再拆來 你快過來 然後修妮說不要拍他 偏要 I do me 我們可以有奪廢 現在就是 行程是換到躺在床上看 晉級得住了 而且鄉下床都知應的 練武功的人在睡的那種 不能玩就是 啊我來囉飛撲 碰碰碰碰 舞折而死 好我們起床了 那為什麼昨天vlog斷片 因為我們發現 我們接下來一天都是一樣的 我們就是 在看卡通 我們就只是在看進階的巨人 然後就一整天就這樣過了 沒有什麼好介紹 就廢到幾點 介紹一下我們現在 到底有多腰痠背痛 而且我的枕頭也超硬的 光打手就會痛耶 筋骨到底有多好 我每次回來的時候 我覺得很像 睡在棺材上面 可是不知道這樣 要不要被網友罵 而且有被網友罵這件事 你知道嗎 一堆人罵我說什麼 看不起南部人 我想說 是個幽默感 大家不要太激動 對 好我們現在要下去就是吃早餐 看看有多誇張 阿公親自煮了早餐 因為我們昨天沒有跟他說 要吃對面的早餐店的蛋餅 所以他今天沒有做蛋餅的聖夫 但是他煮了一個超級大餐 今天他不會很早餐 有多誇張 好棒 阿嬤剛剛不停的叫我們趕快嫁人 大家都說不要嫁 不要嫁 大家結婚都說不要嫁 這樣就昨天有兩位嗎 今天三個禮拜是 七家是怎麼團 不用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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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養老院就好了啦 要住養老院 先吃貨 他都先貨 他就頂了 哪有外 大家看到這次覺得我倒帶 沒有這是第二天 一模一樣的光景 沒錯 對完全沒有變 衣服也沒換 沒錯 我們就太高貴啊 其實就是水衣再加第二天 對太高貴 沒錯 我也是啊 說沒話啊 要找去一下不動畫 就看完了 是不是沒有庫存了 大家趕快推薦我們 再見 我們等級要我陰進捷劇 或是鬼滅之刃 我個人覺得拍球少年很Bosh 欸我覺得拍球很好看 體育的他不行 沒有 換人高所名就超好看 多抽以前 換人高所名就很好看 他沒有在認真 那你去看史萊姆 因為史萊姆也很多人推 但我覺得超難看 對我跟妳講我們 因為我覺得現在結交很多錯才的朋友 我跟妳講我們的品味 我的品味就是主流 我接下來片單就要以那個 環球影城 會出現那個特產展 對 他裡面有那個魯邦三獅 所以我可能會看魯邦三獅 喔那也是蠻久一點的 對1960年 所以大家請推薦我主流好不好 我覺得史萊姆非常難看 然後下面又要講 我真的看不懂啊 然後想說 那我支持台北少年喔 喔今年巨人我真的活過來 我覺得很棒 終於喔 對 現在要走路去買 路邊攤的鮮肉蔥餅 對我們的矯程 就只能從這邊 到那邊 結束 喔還有香腸攤也是很有名 對都可以看看 這是台北很早見的鮮肉蔥餅 有蛋跟菜 才30元 很早看來吧 今天一醒來已經11點了 所以早餐店永遠是無緣的狀態 看一下斷面秀 我覺得台北很少見 它肉是趕在裡面 就我再趕在 它趕在餅皮裡面 這樣才30 而且還有菜欸 桌子永遠都這麼亂 然後媽媽跟鄰居在開槓 然後我們就坐在這邊就是發呆 對這就是我們的 好呢我現在在高鐵上要回台北了 然後在永明的高鐵站 我發現了 超奇怪 吃吃看 看你看你自己沾的麻糬 看你吃法好不好吃 對啊 因為我吃太多就是 品味非常差的就是沒有麻糬 然後我想要吃吃看 就是到底明年跟麻糬會比較好吃 就是用沾的 很像藝術品 欸好不好吃就說實話 沒關係 你也沾太少粉了吧 是Q的嗎 是Q的嗎 是Q的啊 那花生粉夠甜嗎 我比較喜歡沒有很甜 那我吃一口的花生粉 嗯 花生粉夠甜 但是我的隱憂就是 我不知道它花生粉夠夠多 夠多 沾到最後就不夠多我真的會生氣 就跟糖醋醬一樣 這樣都沒有我就是生氣 我就是每一個角落 我都要沾到 對啊 這就是吃貨的堅持 沒錯 那就買包錢 這個就是吃貨 所以我剛吃的花生粉很好吃 因為我現在帶給它套餐 我會再幫你吃 它是用魚鱗的花生 因為它有魚鱗的花生 然後大家可以期待給你一下 其實一下 好啦那今天就到這了 下次見 掰掰